我們常常看到炒飯的時候 很多人把蛋黃跟這個飯 和得很均勻 再下去炒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蛋黃是一個非常非常容易分散的東西 隨便一弄 它就會散得到處都是 把蛋黃跟飯 充分的攪拌放進鍋子裡面炒 這是一個對新人做菜來講 非常偷懶的方法 今天做的是鮭魚炒飯 這時候呢 我們不但是鮭魚粒粒分明 飯也粒粒分明 有蛋香 有飯香 有鮭魚香